當初珠冠門這件事件 飛機機械故障是主要造成飛機失事的原因 可是我們檢討過去所有彈射 飛行員彈射出來之後仍然沒有辦法生還的原因 主要一個原因都是彈射的時機太晚 飛機的姿態不對 實際上F5的這個彈射座椅 它在大概民國80年接近90年的時候 做過一次改良 它的功能也是可以在零高度 可是速度要到50里以上彈射 它也有彈射出來後可以協助把椅子扶正的功能 也有導引傘減速的功能 所以說最重要 這邊上面有一個大家的迷思 就是F5E它並不是穿罩型彈射 它只要一自動彈射座椅後 我們經過改良的時候 以前拉動彈射手柄要兩個動作 現在都是只要一個動作 那個動作一拉起手柄之後 座倉罩會立刻拋直 它立刻拋掉 接著0.3秒之後座椅就會發射出去 所以說它不是穿罩型彈射 它是這個也是 F5E已經改成拋罩型的 它一直都是拋罩型彈射 我想請問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為什麼會有所謂的飛行員頭部重創的事情 上次那件珠冠萌的事件 它重創的原因 因為我們現在有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它的確有彈射出來 那空中的飛行員有看到那個傘 所以說它可能是飛機的姿態 因為它飛機姿態當時已經向右傾斜了 所以它彈射的時候 它向量就直接對著海面 這種情況下有一個是因為 人員彈射都過於衝速 雖然坐傷罩已經脫離了 身體不正會撞到飛機 隔框其他的地方造成傷害 另外一個是它彈射出來的時候 雖然閃正在張開的過程 它還沒有發生這個拉力 把飛行員拉住的時候 飛行員撞擊海面 當初朱冠萌這件事件 它致死的原因 很可能是因為飛機機械故障 是主要造成飛機失事的原因 可是我們檢討過去所有彈射 飛行員彈射出來之後 仍然沒有辦法生還的原因 主要一個原因都是 彈射的時機太晚 飛機的姿態不對 在這種情況下 即使你是最好的彈射 到那個狀況 它彈射也可能造成飛行員 受到非常嚴重的傷害 作詞・作曲・編曲 曇圖 作曲・編曲 初朱冠 作詞・編曲 初朱冠 編曲 初朱冠